今天來吃結霜小蠟燒 在離決營站有一點距離 拍桌子有,這間 結霜小蠟燒 排隊拍很長,還好我們早點來 我們點一碗辣的,一碗沒辣的 然後他看會是靜止拍照跟錄影的 所以我們現在是坐在這邊 這樣子 然後他是用碳火下去煮他那個麵 所以他有一個那個炭炭香味 然後這是慧汗 雪汗 很辣,嚼嚼的 很辣嗎?還好 慧汗就是有點像 蛤蜊 蛤蜊那種的 會辣 會辣 看不辣的 試一下 然後 這米粉很 很細 然後我吃這碗沒有辣的 辣辣 會汗 你不講齁 你其實也不知道他是 所以你以為他是一般的蛤蜊還是什麼呢 顏色比較不一樣 加辣比較 味道比較重 比較夠味 好吃 我覺得 沒有加辣就跟一般我們在吃的辣椒味道一樣 但是因為他有慧汗 對,慧汗的味道比較 就蛤蜊的味道比較重 你吃到慧汗的時候你就吃到了 但是有點遠 除非你也在吃慧汗 要不然 只是覺得 不一定要專門跑這趟 但是很便宜啦 吃塊 然後他 四塊而已嘛 所以他其實 很小碗 你看 對我手還小 很小碗 而且只有 附 湯匙啦 因為他這個真的是湯匙就可以了 但是 分量不大 匯汗蠻多的 那個寫 寫 寫什麼寫科喔 對啊 四塊是便宜啦 因為你要專程 從捷運站走到這邊要走一小段喔 對啊 穿成過來 因為很有型的啊 啊不然 就覺得 留著時間去吃別的也可以 因為拉薩這裡太多了啦 太多了 就是這樣 怎麼辦 就想要吃 那麼 我們 來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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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